香港大學有很多科研的成果和我們研究的質素都很高 因為我們吸引到很多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來到香港 以及最優秀的學生來到香港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呢 問題是我們下一步要怎樣走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我們需要將大學的產業化改革 其實要更加大膽地向前走 我們應該是現在隨著世界的潮流 很多產品由大學出來可以主動由大學產生更多的產品出來 當然也要跟業界有一個結合 那個結合的時候 其實如果用以前過去的模式 是由業界有問題 或者想找大學找到一個方案 解決的時候 先去找大學做 其實中間是很多不夠快 而且會錯過了很多機會時機 所以我覺得現在全世界大學的趨勢都是 就是將它自己的一些科技成果 經過自己的效企 去將它產業化 將它做一個Polotype出來 或者做一個完成的產品出來 甚至乎再買賣 其實這件事 北大清華那些是做得很成功的 就是過去的清華紫光 北大方正做得很好 其實美國現在都在做這樣的套路 走著這麼一條路 我們其實香港是不可以再 我自己覺得不可以再慢 因為在一個新的時代裏面 其實很多產品的share life 生命的時間會縮短得很厲害 很多時候由一個產品 由一個有技術有概念 到出到市場 其實時間很短 我們怎樣把握到這麼短的時間 其實就是由大學自己做 由大學有自己的資金去分析 去做這件事 過去很多大學就會覺得 教授你是做科研的 你是做教學的 你其實就不應該做生意 其實現在我們的模式 要給大學的模式都是 其實教授不需要做生意 但是學校本身可以有另外一組的人 可能是專門做一些大學出來的 一些科研產品的校友的發展 而是將那件事做好 那麼這個無縫的結合 其實可能是會令到大學出來的產品 是更加快 以及是幫到社會的推動 社會的進步是更加快 那麼我相信這個是接下來的 全世界的趨勢 那麼香港作為一個世界頂尖 就是大學、學府、研究院的地方 我們全世界會找到最多人才的地方之一 我們其實都應該是要跳出這個思維 就是要將大學的產業 是要產業化的其中一個最開始的環節 做多一步 不是單是去到R&D 跟著有Pattern之後 可能是下一步 再走多 將它產品化去做 然後大學自己去成立公司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對 總是在中文字幕上排出 我們都可以做的 已經是在中文字幕上排出 你已經是在中文字幕上排出